好 沒關係 沒關係 用說的 用說的 好 大家好 我是數學老師 所以我這一次做的是有關根號的部分 那我希望等一下就是 我是配合數學八年級的課程 那我們要讓孩子很簡單的利用 去能夠算出根號的整數部分 那我們看程式的部分 程式的部分 我的設計是 當就是用廣播的方式 當一開始把所有的值都歸離 那當你今天隨機給一個 根號裡面的數字的時候 學生能夠算出來 那如果答對了 當然就是畫面上會秀出答對 同時也加一分 好 當答錯的時候 我們就畫面上就顯示是答錯 那我們讓一次 執行一次程式給大家看 那因為這個畫面我們攔的算 是接近哪一個整數 那我們當然就做一個正確示範 那同時會閃燈 如果大家對我們閃的是綠燈 因為 就畫面上要閃 好 就閃綠燈閃了三秒鐘 那我再做一個示範 如果今天第二題他答錯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 這個答案是八對不對 那假設我如果答九 畫面上就答錯 那當然剛剛答對會有一分 那這一題就沒有算分 一樣就是閃分 那我很簡單的就是 用自己的答案 這兩天的研習上我覺得 還收穫滿滿 因為原本覺得應該 有時候有些研習讓你覺得 好像參與一下下就會想要離開 因為今天這兩天我真的從頭到尾都很準時 而且很專心的在學習 因為邱老師實在太厲害了 他五年的教學經驗 給我們很大的幫忙跟建議 那我希望未來能夠在自己的教學現場 能夠結合書學 做很多的教材出來 那也幫孩子能夠有動手做的能力 也謝謝邱老師 謝謝